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自从结婚后根本就没发现 我家有啥家庭矛盾 一切很和谐 公公不善言谈 人很憨厚老师 每天出了六鸟 就是和一帮老乞友下下象棋 婆婆退休刚刚一年 父闲在家一段时间后 觉得总是闲着没什么意思 就仨入了一个退休俱乐部 平日里喜欢参加各种俱乐部活动 我和陈锋每天下班回来 都会有热乎乎的饭菜等着我们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 每当我吃完饭想去洗个碗 婆婆都不让 有时我觉得自己幸福的有点过分了 因为我那些和公婆同住的女同事 无意不吐槽 婆婆在家里各种所有的奇葩事 而我一切太平 陈锋对我更好 温柔体贴 情商特高 下班回来再累 只要我说要吃啥零食 他马上就出门去给我买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让我觉得幸福是那么真切的存在 谁也没想到 岁月静好的后面却隐藏着惊天海浪 结婚两年后我怀孕了 公婆欢天喜地 陈锋更是喜形于色 他们都说我是这个家特等保护对象 好吃的好喝的都按照我的口味来 婆婆更是为我制定了特殊的安胎菜单 俱乐部活动也减少了 每天兢兢业业的买菜做饭 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肚子里的孩子很实重视 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陈锋带我去一家小医院产检 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大医院 他唯唯论诺地告诉我 大医院没熟人 这家小医院妇产科有婆婆的一个熟人 可以做胎儿性别鉴定 我纳闷 为什么要做性别鉴别 生男生女不都一样吗 难道你还是封建思想中男轻女 陈锋抱了我一下 说他妈估计我会生男孩 但为了确保万一还是做一下比较好 接着他又说他家四代单传 父母当然希望生个男孩 如果我喜欢女孩 以后可以再生二胎 我顿时就明白了 他们对我如此照顾的原因 竟是第一胎生男孩 是他们全家的渴望 现在都聚焦在我的肚子上 婆婆的医生朋友 亲自为我做了胎儿性别鉴定 鉴定结果说是女儿 陈锋不相信 拉着医生一直追问 刘阿姨会不会是瞧错了 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开车回家的路上 陈锋的脸一直拉着 我问他咋了 他说 你还有脸问 肚子里是女儿 你不晓得啊 真不争气 我一头雾水 这是我那个温柔体贴的老公吗 又知道结婚到现在 他可以一直对我是支冷支热 说话声音都没高过一次 这次突然一百八二度大短弯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我大声回道 女儿就女儿 女儿不好吗 我就喜欢女儿 难道女儿就不是孩子了 就得让你这副怼脸怼我 陈锋猛地踩了刹车 我一个没防备 头磕到了车窗玻璃上 他吼道 你还敢顶嘴 回家后 餐桌上飘荡着鸡汤诱人的香味 婆婆一脸期待地问陈锋结果 听到陈锋说 我怀了女儿 婆婆脸色一黑 端起鸡汤 就到进了垃圾桶 我愣争当地 耳边传来婆婆尖利的声音 有什么脸吃鸡汤 可惜我一大早 去买了这只土鸡 还不如喂狗 那天的最后 陈锋和公婆 围在桌上吃饭 我独自在卧室 饮气半天 后来饿得 鸡肠碌碌地 昏睡了过去 半夜起身 饿得不行的我 去厨房 找了块冰馒头吃掉 从第二天开始 家里基本就笼罩在低气压下 再也没有以前那种 气乐融融的感觉了 婆婆啥活都让我干 只要我上班 下班回家 必须先做饭再洗碗 忙完后 还要去抢家人的衣服 脱儿地 如果是周末 我必须一大早去买菜回来 买的菜 烧烧不合心意 就会骂我无能 甚至有一次 我累得眼冒惊心 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婆婆看见了 就说我 你怎么还坐呢 那几双鞋打油了吗 纯粹是没事找事 让我干活 我答应着起身 去给门厅 把他们那几双皮鞋挨个擦油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非常羡慕 那几个女同事 在家里不痛快了 就可以回娘家撕撕苦 而我却没有地方可以撕苦 我妈在我13岁的时候 因病离世 我爸娶了后妈后 那个家对我而言 就没有了温情 万般委屈 我只有一个人 吞到肚子里 我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 却干着越来越多的活 有一天 我跟陈峰说 我有点累 干不动了 他冷冷地说 你要是怀个男孩 会让你干活吗 我们能把你当皇后捧着 现在的一切 还不都是怪你自己 我气急了 顶撞了一句 读过书没有 生男生女是我的原因 不懂 可以去百度 话音刚落地 陈峰的耳光 郭的风 烙在了我的脸上 三下 我震惊地看着他 这是他第一次动手打我 而 我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不敢和他还手 泪水 我只能默默咽下 快要生产那几天 陈峰和公婆 他们三个人 对我更是鼻子 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的 我听到婆婆声音 很大的对陈峰说 生个丫头骗子 有啥用 没用的东西 陈峰终于说了句软话 好歹也是咱家的孩子 不如先生下来 以后再生个男孩 也是一样 婆婆怒骂 没出息的家伙 心疼你媳妇的是不是 你知道不知道 为了生你 我受了多大罪 陈峰就不吭声了 回到卧室里呢 让我给他去洗第二天 要穿着白衬衫 我手洗后 刚要去晾衣服 他也把抓过衣服 看了一眼 就摔在我身上 领子洗干净了 你是不是个废物 我只好捡起衣服 重新洗 一边洗 一边掉泪 过了两天是预产期 说好的第二天 骑医院 待产 没想到就在这个晚上 我莫名其妙地摔了一脚 当时全家人都在 晚上婆婆说 带我出去散散步 要求公公和陈峰 都陪着我一起出去 那一刻是我几个月来 第一次看见婆婆 露出了笑脸 我还心存侥幸 他终于改变了 看婆婆态度好 我也就跟着去了 我家住的是小七层 下到二楼休息台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有人在背后推了我一下 我一脚踩空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陈峰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 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 医生惋惜地说 你们这么小心 都这么大一个男孩了 婆婆像是疯了一样 一叠声地问医生 真的是男孩吗 真的吗 生男生女都一样 男孩有什么气息的 只是你们太不小心了 怎么会让孕妇摔跤 回去了好好养着吧 看到婆婆哭泣的样子 悲伤得像浓浓的雾 笼罩我的心 坐月子期间 我的眼泪都哭干了 眼睛都看不清东西 我还没出月子 晨风开始训酒 一下班不回家 想去外面喝酒 每次都喝多了回来 回来就对着我发酒疯 我忍不住说他 让他少喝点 喝得多 对身体不好 他就动手打我 在他又一次 喝得鸣顶大醉的时候 他竟然抽去皮带 要打我 我的身上青死一片一片的 挨着床 浑身都疼 耳朵嗡嗡作响 第二天看到我身上的伤痕 陈峰跟我道歉 说他喝多了 请我原谅 我体贴地想 也许是儿子没了 他心思太过痛苦了吧 所以我轻易地就原谅了他 只是谁能想到 以后这样的事情 变成了家常便饭 家暴这种事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每次他都是借酒撒疯 公婆即使听见 也不过来吱吱 有一次婆婆还说着风凉话 谁让你们能耐 把一个好好的大碰小子弄没了 怪我吗 我真是有口难辨 我一直在想 那天到底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推我 可我没有确凿证据 又不能乱说 只好慢慢地调养身体 出了月子后 我果断地回去上班 白天不在家 我忙于工作 心情淡然 每次下班回家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总是条件反射一般地 绷解了身体个部 我怕 怕我推开门 门后就会有一场 泄雨腥风等着我 所谓的家 成了一个令人恐惧的牢笼 我想逃 不知道逃往哪里 待在里面 却心惊胆战 陈锋最后一次对我施暴 是因为他晚上 开着最大音响 玩电脑游戏 我让他小声点 他扔掉键盘过来 将我一把拖到地上 说 因为我这一句话 害得他输了那场游戏 我气急了 骂他不可理喻 陈锋念完 也是喝了酒回来的 酒劲 再加上他正在气头上 哪里肯停下来 他身高1米8 体重75公斤 我身体瘦弱 毫无反抗之力 我哭着求饶 声音那么大 公婆像往常一样 装耳聋 陈锋不许我哭 活身的疼痛 让我觉醒了 我保留了被家暴的证据 躺在医院里 我先报了警 把陈锋起诉到了法院 没想到 就像变色龙一样 泡泡的脸又变了 他站在我的病床上 声音柔和地跟我说 让我放陈锋一马 他哭哭啼啼地说 周雪 听妈一句话 你和陈锋 好歹也是夫妻 两口子打架 床头打架 床尾和 哪还能这么较真 再说了 你起诉他 真的 盼他行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还是得饶人处 且饶人嘛 都是一假人 以后有妈赛 他绝对不敢了 真是悔言 我冷冷地说 我已经人之意尽了 我以为他能通改前非 我给过他很多机会的 但这次我不想再惯着他了 不然 以他的脾性 以后会杀人放火 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你儿子好 也是为你们好 试想 如果他哪天真杀了我 那不还得把牢底做穿 顺便我想说一句 作为父母 你们很失职 等你儿子从监狱出来 我想没有哪个女人 敢嫁到你们家了 好自为之吧 婆婆一看劝我不成 妈妈咧咧地走了 我在朋友的照顾下 出了院 租了房子 我没再回那个家 只是给陈峰寄取了 离婚协议书 拿到离婚证后的半个月 我路上偶遇了 婆婆的那位医生朋友 我喊了声 刘阿姨 她停下来看看我 然后突然掉头就走 我追上她 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如果你今天不说出实情 就等着警察去抓你 陈峰已经被抓了 听了这话 她犹豫着停下了脚步 我气势逼人 只要你告诉我原因 我就饶你一次 从这个医生嘴里 说出的秘密 再次刷新了我的三观 她说 她跟我婆婆是好朋友 但仅仅是我婆婆 一厢情愿认为的好朋友 在她心里 我婆婆就是一个 抢走她男友的最回阔手 对 她曾经喜欢过陈峰的爸爸 但她的爱情被我婆婆破坏了 这么多年以来 她一直不能放下那个心结 她亲眼看着我婆婆 结婚生子 儿子又结婚 儿媳怀孕 她不明白 为什么我婆婆 就是没有得到报应呢 我婆婆曾不止一次地 跟她说起过 陈家只想要男孩 所以她觉得机会来了 当她从显示器里 看到我孕育的是个男孩时 她告诉陈峰 我怀的是女孩 生活有时真的比电视剧都狗血 而如此狗血的事情 居然发生在我头上 刘阿姨用愧疚的眼神看着我 问我能不能原谅她 我说刘阿姨 我要谢谢你 若不是那次胎儿性别鉴定 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陈峰和她爸妈是三个人渣 我要谢谢刘阿姨 谢谢她扯得弥天大黄 让我及时止损 离开了恶魔的冰窟 陈峰被判两年有期 我心头的恨终于减轻了一点 我一点也不心疼她 我只是心疼自己 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那些至今想起 仍然像梦魇一样的可怕日子 好在我终于恢复了单身 好在我这两年投入工作 终于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晋升机会 前路不管如何 我只希望自己以心待人 如果遇到一场真正的爱情 我还会投入去接受 前提是不能再闪婚了 一定要了解清楚对方的为人 更重要的一点 先了解对方父母的品性 不然一旦掉入深渊 将后悔莫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们下方留言 感谢观看